看看新闻吧 科技创新还如此的感兴趣 这不带着我们逛展 自己已经玩嗨了 你看 你看 他会有反应 你看 他会害怕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 在60岁的时候 成为一个中国时髦老头 那我说 如果我可以成为 中国时髦老头的话 我也将势必成为 世界时髦老头 时髦老头 小编认为 胡斌要想成为 时髦老头 这肯定是妥妥的呀 看得出 他也没和我们开玩笑 这一到服装设计展台前 整个人一下子就严肃起来 毕竟作为亚洲首位 伦敦南庄州形象大使 没点真本事是不行的 其实也是很巧 我在巴黎时装州 今年刚刚过的 一个巴黎时装州上面 然后在LV的秀场上面 他们看到我了 然后他们就过来 直接问我 你愿不愿意做 这个伦敦时装州的 形象大使 我当时压力就超大的 因为他们之前的 形象大使是 David Gandy 就是很出名的一个男模 然后之前还有更多 很有名的人 那现在怎么会 找一个亚洲人来做 所以当时压力很大 别谦虚了 超模出身的你 作为各大时装州的常客 相信这次一定能 升任奇象大使的身份 那我们就一起期待六月 吴冰在伦敦的精彩表现吧